美人始终是美人 时光似乎没怎么伤害他们 赵雅芝和明雪就是代表了 看不出来他们已经60岁了吧 赵雅芝经典的白娘子形象 已经成为了后来翻拍的模本 无论后来的电视剧如何演 都是像赵雅芝那样一身白裙 赵雅芝凭借冯成成和白娘子 等角色迅速打开知名度 年轻时候的赵雅芝 真的是大家归宿的账象 气质很好 结婚后家庭很幸福 还有一个很帅气的儿子 儿子长得很像赵雅芝 高高的鼻梁 眉眼清秀 也有父亲的腿肉 赵雅芝妥妥的人生迎娇了 不知道有没有让孩子出道的想法呢 现在已经63岁的赵雅芝有时候 也会出演电视剧或者商业活动 但状态都特别好 没有一点疲态 完全不像一个已经60岁的人 还是那么年轻 赵雅芝穿的这个抹胸的顽底服 就很个气质 粉嫩的颜色 把赵雅芝衬托得格外神采奕奕 赵雅芝虽然已经是个大明星了 但仍然很和气 没有一点架子 和赵雅芝差一岁的明雪 也是一位被岁月放过的大美人 曾经因出演《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荣走红 明雪还因黄荣获选 被香港百大经典电视角色 年轻时五官精致 身材十分火辣 并且封为神经美末地 明雪的情史却相当强迫 可成龙谈恋爱 却被成龙抛弃 这对明雪伤害很大 直到29岁 遇到男友尹志强 两人恋爱长达26年之久 男友因被去世后 明雪就终身未假 明雪下崽子心态相当年轻 粉色超短裙 丸子头 还有蝴蝶结的善衣 明雪这是要女团出道了吗 这大长腿又细又长 明雪老师很优秀啊 在机场的照片打扮也很休闲 两个长麻八变 这可是简灵利器 子是少女 明雪可是越活越年轻漂亮的 穿上礼服的明雪身材也很好 嵌摇的设计很能衬托身材 再加上明雪的高挑身材自然也就十分好看 尤其是明雪戴的这个儿 最有特色 耳最相当长 仙女本仙了 两大美女站在一起 有没有很扬眼呢 有没有很扬眼